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弟兄姊妹 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还记得吗 上礼拜讲什么 这时候好像声音都很小 来 上礼拜讲什么 主题讲什么还记得吧 主啊 我忍耐你们到几时 这时候 与众圣徒同德基业 基业你不太了解 就是产业了 你的property 是不是 我们上礼拜讲得很精彩 有些人不在 应该回去复习一下 那么事实上按照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他做了第四个感谢 第四个 第四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前面的信息一直讲到说 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对不对 保罗祷告 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说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干嘛 知道神旨意干嘛 有钱吗 有 这边来了 是不是 为什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 保罗说知道神的旨意 你就会多认识神 知道神的旨意 你的行事为人 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 就能够多结果子 你认识神的旨意 你就能够感谢神 你就能够过一个 靠主得胜喜乐的生活 Amen 所以上礼拜我们讲了说 为什么感谢神呢 为着我们可以神应许我们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可以与众生徒同得基业 那个基业是什么 那个基业是不能够朽坏 不能够衰残 不会过去的 这个基业 这个基业是上帝允许给我们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地上的财富名利都会过去 但是天上的财富名利 不 天上不是财富名利了 天上是什么 基业 天上这个产业 上帝给我们议许的 他不会过去 Amen 虽然你们都Amen 但是你回了家之后 你还是可能会去追求什么 再去买一栋房子 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保留要祷告 保留要祷告 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眼睛 还明亮的时候 你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 只有当你心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 你才会看见那个看不见的 那个丰富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你才会看见 坦白说 如果不是神打开我的眼睛 我今天也不会做传导人 没时间讲 真的是很重要 需要 我们今天你在这听道的时候 你要祷告 你不是好 看看今天葛牧师又有什么花招 又有什么新鲜的道 不是 你要祷告主啊 我的眼睛要被打开 以至于你的话被解开的时候 我能够明白 我花工夫在这边讲原文怎么说 不是我要秀我自己的原文 我不是要秀自己的知识程度 我是希望能够让神的话 原本神的话 明明白白地讲解出来 让你明白 今天这个世代 是一个不太求长进的世代 承不承认 你YouTube上面超过五分钟的东西 大概没有人会想要看 除了刘根宏 后来跟他的直播搞那么久 要这么久 对不对 大概你看一个东西 你一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一看那个视频 我首先看它几分钟 一两分钟 我还会看一看 超过五分钟以上 找时间再看 对不对 找什么时间 上厕所 OK 那你要上久一点才行 好 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 保罗在这边讲了说 哥鲁西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 他说 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生屠在光明中通得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好 你看 我们上礼拜只讲了一节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生屠在光明中通得基业 接下来 保罗又讲了两件事情 要我们感谢 第一件事情是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救了我们 我知道了 那个帮我一下 因为他这个需要 对 他那个是图画要一直在那边 换个大概二十秒吧 八秒 好 保罗说 要我们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这是第二件事情 对不对 第一件事情是与众生屠在光明中通得基业 第二件事情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讲到说 他救了我们 他救了我们 然后接着听到说 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坏句话说 保罗在这边讲一件事情 其实他讲的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得救的事情 救赎这个字 等一下我会解释 保罗在这边讲说 蒙救赎 这个是比较神学用词 或者是说 当时候罗马法庭的用词 但是救赎这个字 讲白话点 今天就是什么 就是救恩 就是得救 现在就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 为什么 保罗在这里说 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所以这个假面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 原来我们是在 哪里 黑暗的权势 权势这个字就是 就是一个power 权势就是一个 一个assorty 权势是一个辖区 辖管的辖区 现在乌克兰战争 正在进行打那个东部 有没有 那俄罗斯的军队 就是一直打 他现在想法就是怎么样 他把这个东部拿下来 这是他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 所以他现在第一步是怎么样 现在已经好像是在这样做了 他第一步是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东部的地方 把它一切为二 是不是 所以那个一切为二 那一部分 属于俄罗斯军队的呢 就变成是他什么 就变成他的辖区 你懂吗 就变成他的权势所在 所以在那一班那边的 乌克兰的人 他们就是在那个 俄罗斯的军队的权下 你懂这意思吗 现在丢子妹 因此 保罗说 他把我们拯救 从哪里拯救呢 从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是指什么 魔鬼的权势底下 也就是说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是活在哪一个国度里面呢 哪里 哪里 你们信了主的人 告诉我 你们以前活在哪里 说没有那么严重吧 牧师啊 我也没有觉得我活在黑暗的权势当中 这就是眼睛没有对打开 神的话不会有错 保罗自己过去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十大杰出青年 对不对 在犹太教当中 他说 他可以说是 加玛列门下的这个弟子 高材生 他可以说是 在犹太教的眼中 看起来是一个模范学生 但是保罗被主得招了之后 他的眼睛被打开 他看见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一个罪魁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你有这种感觉 你不要做罪魁了好不好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吗 如果到今天你还不觉得是一个罪人 我觉得你重生得救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我不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今天不需要耶稣基督 所以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福音一定要讲到罪 一个人不认识罪 他没有办法 他没有办法 appreciate 这位耶稣基督 他只不过这是一个 呀不错 基督教很好 这个基督徒很nice 我到教会的时候 他们对我都很好 yes 但是不够 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一个跟随主的门徒 他一定要看见 他是一个罪人 当然这个怎么样让他看见 这个东西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也有责任 要把神的话讲出来 脱离黑暗的全世界 竟然就是什么 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 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 恶者 恶者是谁 魔鬼 是不是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今天恶物战争已经达到第一百天了 我一生当中 我想你一生当中 没有 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辈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这边有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有没有 这个毛大姐 我觉得这个恶物战争已经有一点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兆 我就觉得说我一生当中没有看过 眼睁睁全世界看着一个国家 被另外一个国家侵略 OK 我们这边讲侵略 大家都 都OK吗 你不是另外一边的吧 眼睁睁地看着另外一个国家被侵略 眼睁睁看着六百万的人流离死所 眼睁睁地看着这许多很多是种族屠杀的这个做法 世界各国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大家都不敢动兵 只能够偷偷地送武器 送的武器还不能够长城大炮 长城导弹飞舰 为什么 怕引起战争 你就真是看见这一世代 公益在哪里 是不是 黑恶的权是掌权 全世界浮在那恶者手下 弟兄姊妹 所以保罗说 我们过去就是在那个恶者的手下 是不是 过去新主之前 会抽烟地告诉我 抽烟 想不想戒烟 戒烟 戒了一百次还是没有戒掉 那个黑暗的权势掌控我们 过去看这个internet biography 看网络色情 喜欢看韩剧 喜欢看小说 一看就晚上不睡觉 打电动玩具 年轻人 有没有 很多这些魔鬼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在掌控我们 而我们被掌控在其中 就像保罗说 享受最终之乐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 在那个 活水从这世界的风俗 现在就准备 如今 他把我们从 罪恶里面怎么样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 从黑暗的全世界里面 把我们迁到哪里去啊 迁到哪里 哪里 哪里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这一次俄罗斯 他们发动这一次的战争呢 他们大概据说 把差不多二十万的乌克兰的儿童 把他迁到俄罗斯去 那么其他一百万人民 成年人 被他 总共是一百二十万 被他迁到俄罗斯去 这一个是一个反例子 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反例子 这不是说我们迁到俄罗斯那边 就是怎么样 爱子的国度 对不起 不是 我只是要来解释这个迁的意思 迁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 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居民 把他转移到另外一个居民 这个叫做迁 在古代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都会做这种事情的 俄罗斯今天做这种事情也不稀奇 他想要把乌克兰的这一些人 把他怎么样 整个 整个怎么样 俄罗斯化 有没有 当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 怎么样 那叫日本化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组织被的 在台湾的 他会讲日文 你知道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多好 也不庇护 不想现在这么乱 你偷东西把你手剁掉 看你敢偷吗 你想不想要这样子的来管你呢 那你回去啊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都是什么 你可以看见 所以一个国家 他想要统治另外一个国家 他做了 这个魔鬼的手法 是历史礼代都一样的 俄罗斯就今天做这样的事情 把这些迁到那个地方去 他要把这些的120万人 把他怎么样 变成是讲俄语 变成是接受俄罗斯的教育 接受他们的观念 所以第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要感谢 因为他把我们 从黑暗的全身里面 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 亲爱的同志妹 现在也许美国没有那么好了 不过呢 当初你来美国的时候 美国好不好啊 好不好 怎么这么少人好 那你来美国是不甘不愿的咯 不得不来 是不是 在中国混不下 所以来这里 在台湾混不下 很多人来美国 为什么 美国好不好 好 是不是 是不是 亲爱的同志妹 所以呢 美国你都觉得好了 他爱子的国度 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 岂不是比这好上不少千倍万倍吗 Amen 所以亲爱的同志妹 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度啊 你现在哪一个国度 你说我在美国 没错 你在美国 你人 你人这个具体的是在美国生活 但是请问你在那个无形的国度里面 你是在黑暗的国度 还是在光明的国度 是在魔鬼的国度 还是耶稣基督的国度 耶稣基督的国度 你有为这件事情感谢主吗 你有为这件事情向保禄之后 又感谢父啊 哎呀 保禄说 你的眼睛被打开 你认识神的旨意 你就会看见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 你不要 今天你可以看 我现在 我是没有那么 坦白讲 我这个拿到美国公民的时候 我没有那么兴奋 这是 所以我不太能够体会那些人拿美国公民的感觉 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有这种感觉 当你拿到美国公民的那个宣誓的时候 哎呀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终究这一天到了 我成为美国公民了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成为天国公民有没有这么兴奋 有没有这么兴奋 有啊 是不是 彭敏刚受洗啊 好不容易啊 是不是 差点没有办法受洗啊 所以越不容易得着你越珍惜 得来全不费功夫 你就怎么样 随便找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国 神的国度 何等宝贵 在这个国度里面 没有黑暗 没有一点的皱纹 没有一点的这些瑕疵 没有一切的这些人间的这些问题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完全地降临 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整个四福音 你可以看见 神要我们在那边 就是来等候 就是来预备 那个将来的国度 完全地降临 我们在地上这一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在美国 在中国 在台湾 在哪一个地方 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知道 你是那天上的国民 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Amen 所以你不是 你不要把你自己降格了 只是以拥有美国国民身份为荣 你要看见你最值得 最值得骄傲 最值得以以为荣的是什么 你是 You are citizenship of kingdom of God Amen Amen 你有天国国民的这个权利 Amen 确定这一点吗 确定 OK 等一下不确定的 我们要确定一下 好 第二个 接下来 保罗在这里去讲 他说 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你注意看这里 他说我们在爱子里 得蒙救赎 这边讲到蒙救赎 接下来就说 罪过得以赦免 所以罪得赦 圣经上很多次的地方 经文里面提到说 我们是神用种价买来的 我们是用种价买来的 你是上帝用很大的种价 这个种价种到一个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这个种价就是耶稣基督 他儿子的生命 为你而生 用这样子的价格 把你买回来的 所以救赎的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救赎这个字 可以说是付出赎金 把一个人赎回来 使他得到自由 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当时候罗马的奴隶制度 是很厉害的 整个罗马的奴隶的比例 占了非常的高 所以你知道吗 在公元前一世纪 罗马城有150万的人口 奴隶就占了90万 这个数据是大概多少呢 是超过了多少 二分之一 罗马到东征西逃 他打下一个国家 到非洲到哪里去 他就把这些人通通掳过来 希腊打下来 把希腊人掳过来 就做什么 就做奴隶耶 我在看这个奴隶史的时候 我也觉得 就仿佛看到俄乌战争 又让我感觉 这个世界人怎么这么可恶啊 人性怎么这么败坏啊 我们在美国真的很难体会这件事情 但是我相信 在美国的黑卢 曾经经历过黑卢的 他们能够体会这些事情 我想我们大概 对美国的黑卢 稍微有一点概念 对不对 马丁路德金恩在讲说 I have a dream 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讲到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的黑人 坐学校的bus 你不能够跟白人一起同车的 甚至黑人都不可以去学校读书的 很多的 你就会觉得说 黑人在他们白人的眼中 好像是一个 好像不是人 现在就准备 那奴隶呢 罗马时代的奴隶啊 就像动物一样 拉在这个市场上面就卖 有的很便宜啊 五毛钱 五块钱就卖掉了 有的高一点 有的他很有知识 很有所谓 或者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的 这个价钱高一点 就这样子 姐妹们 你能想象吗 亲爱的同志们 保罗在这边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重价 用他自己的生命 把我们从罪恶的撒旦恶者的手下怎么样 赎出来 使我们得到什么 自由 这个叫做救赎 所以保罗说 你要为着这件事情 为着我们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好了 保罗讲到救赎 接着就讲了罪过得以赦免 所以这两件事情 是行情相关的 罪过得以赦免 首先 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要认识一下 什么叫罪 来跟你旁边的两个人很快地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们平时讨论一下 什么叫罪 罪是什么 罪是什么 罪这一个字 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舍不种地 好像我们都射标射过吧 射过把吗 射过把吗 有没有 有没有最近去练枪的 现在华人也开始练枪了 要打到那个红心 对不对 我们一般的打把 红心是100分 有没有 红心旁边是多少 90分啊 95分啊 是不是 再过来是什么 可能80分到90分之类 对不对 我们是这样定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什么叫罪 罪就是 你没有达到这一个目标 这个就是罪 所以不管你是 95分的那一点 或者98分的 你没有达到红心100分 你没有达到红心100分 这个就叫罪 了解这意思吗 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概念 大罪小罪 轻罪重罪 有没有 法律也是这样子嘛 是不是 但是神的标准 罪就是罪 所以圣经上也说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 第三章第四节 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 来 预备 请 凡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的 就是罪 律法是什么呢 律法就是神的话 所以违背神的话 不按照神的话去行的 这个就叫做罪 这是圣经最直接了当的解释 像丘子伟 那如果按照圣经这样子的解释 请问 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 你没有犯过罪的请举手 有没有 没有什么 所以你有没有罪 有吧 统治者有罪 那你是被统治者 你是奴隶 奴隶就无罪吗 奴隶会不会撒谎 奴隶会不会嫉妒 奴隶会不会恨主人 会吗 圣经上告诉我们 凡事违背律法的都是罪 因此圣经上说 世人都犯了 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中国人 听过道貌岸然吗 我们中国人最会装甲 有没有 在人前的时候 西装鼻涕 有没有 衣着打扮 君子不重 则不威 是不是 回到家里面去 马上那个 狐狸尾巴 统统出来了 哎呀 姐妹也在 在别人面前 都讲话 娇生气气 哎呀 小鸟依人的 回到家里面 马上变母夜叉了 笑的人是不是有同感 千六姊妹 我告诉你啊 真的 真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来 也许你自己都看不见 但是呢 在你旁边的人 一定看得清楚 罪 那么他又提到 另外一个叫过犯 过犯 这个过犯 他原来的意思呢 既是故意 或者恶意 违反上帝的律法 所以其实 罪或过犯 讲的都是跟 违背神的律法 有关系 有一次有一个 到印度的宣教士 你知道印度是印度教 他们很多都是姓印度教 那印度教 那个神多得不得了 超过三千万的神 那么这一个印度的宣教士 这个 Dr.Kamberlin 他就在这个印度 他就说 他说我在印度 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 否认他是罪人 但是有一次 有一个婆罗门教 婆罗门是 婆罗门是他们一个 算是他们总姓制度的 高层的 他说有一个婆罗门的 高级僧侣 他阻止我 他对我说 我否认你的话 我不是罪人 我行之为人 人尽一致 无需改善 哇 你碰到有人这样跟你讲 你怎么办呢 这一个 Dr.Kamberlin 他突然 神给他一个智慧 他马上就说 他说 但是你的邻居 对你怎么说呢 这时候他旁边 有一个 旁边有一个邻居 就在旁边喊着说 他在买马的时候 欺骗我 接着又有一个邻居 就说 他说 他诈取一位寡妇的遗产 哇 这个僧侣啊 听了之后啊 脸红得不得了 赶快就 跑掉了 刚才不是还说 他人尽一致吗 刚才他不是说 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吗 但是 别人不知道 这个宣教师不知道 可是他旁边的邻居知道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玉汉清牧师讲的一句 在门徒序里面讲的一句话 他说 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 但是呢 请你去问他太太 阿们 姐妹们 姐妹们 阿们 那个人 是不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 请你问他先生 弟兄们 阿们吗 弟兄你们自己 要团结一点嘛 只有一个阿们 来 弟兄们 阿们吗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外面 我们可以装一下 但是你在家里面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你自己 有时候你不清楚 你的太太最清楚 你的儿女最清楚 是不是 有些儿女不愿意到教会 不愿意信主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他的父母亲很fake 懂这意思吗 他觉得父母亲假 他觉得父母亲 是讲一套 做一套 亲爱的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做 讲一套 做基督 讲一套 做一套的基督徒 阿们 所以 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都会犯过 我们都需要 得到 主的赦免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旧约里面 讲到怎么样子 在旧约里面 有一个用词 这个东西是 大家很多 读得不太懂 什么意思 叫做 阿萨谢勒 听过这个词吗 没听过 阿萨谢勒 听过没有 真的没听过 哇 OK 你知道旧约的祭司 在这个立位纪 十六章里面 就记载着 这个亚伦 大祭司 他要把 这个两个 两个羊 带过来 那么一只羊 他 就是 为他们 做献祭之后 一只羊 最后是要杀掉的 作为献祭用的 但是另外一只羊 是 祭司 为他按手了之后 把以色列人的罪 都放在他的身上 然后他就 带着 全以色列人的罪 然后把这个羊 就放到旷野去 到无人之处 以至于到最后 他消失无踪 这什么意思 原来 在这一个仪式的当中 带着一个属灵的 一个含义在里面 阿萨谢勒 就是 把他 把罪 送到 迁到旷野去 迁到原野的地方去 而那只献祭的 那只献祭的 那个羊 他是怎么样 他流了血 所以他的血代表生命 所以他的生命 就怎么样 就使得这一个 另外这一只羊 可以活着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他一方面讲 讲了 就是说 这个待罪的 赎罪的这个观念在里面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又把这一个 神对我们的赦免 这个血 很明白地表出来 借着这一只公羊 他到旷野去 他把我们的罪 背负到 远远的地方 再也没有人激烈了 哈雷路亚 这叫做赦免 所以圣经上说什么 圣经上说什么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他把我们的罪 丢得远远的 亲爱的优优优优独播 这就是 神的赦免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 你说 我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曾经做了一件 很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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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的事情 但是我信主的时候 我认罪了 可是呢 我总觉得 那个罪大到一个地步 认一次不够 所以又在认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这种现象 以前我曾经带过一个弟兄 他在信主前 曾经跟一个女孩子同居 生了孩子 对不起 怀孕了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 所以他就 他就 那个已经是四十年前了 非常保守的一个 所以他就叫他这个女朋友去堕胎 后来信了主 信主当然也认罪了 可是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跟人家讲 直到我每次看了他 我就觉得他怎么脸这么样子 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 甚至我要讲 一个基督徒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呢 有一次跟他谈了之后 我才了解这么一件事情 他一直背着这个罪 他觉得过去他曾经恢复了这一个女孩子 他曾经 等于说他曾经淫乱 他曾经杀人 他曾经做了这些坏事 他觉得这些是好大的事情 这些真的是大的不得了的罪恶 他就一直在背 一直在背 一直在那边认罪 一直在认罪 可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赦罪的平安 现在丢子妹 请问他该怎么办 继续认罪下去 他应该怎么办 继续认罪下去吗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接着 以副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 接着爱子的血 我们得赦是凭着基督的什么 宝血 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因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丢十字架 因着他死流出的血 血代表生命 刚才我已经讲了 因此 当我们每次圣餐纪念主 我们说他的宝血 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宝这个字吗 这个宝就代表这是重价 这是何等宝贵 你我的生命尚且宝贵 更何况耶稣基督神的爱子 他的生命岂不是更是宝贵 是无价 是没有办法 Priceless 是不是 亲爱的兄弟妹 这样子的一位主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流出的宝血 使得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圣经上告诉我们 因此 因着他的流血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一点都不是靠着我们任何的功劳 今天佛教 天主教 印度教 或者是甚至伊斯兰教 都有这种功德观 透过什么 透过我要做好事 透过我要积功德 所以让我能够进入天堂 对不对 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很苦 我曾经看过最苦的 就是那些 喇嘛教 喇嘛教的那些信徒 到尼泊去 你看见 在喇嘛教的那个寺 许多的人就这样子 绕着那个轮子 转 然后你就看见那些人 跪在那个地方 就是这样跪下来 然后往全身这样 趴下去 这样子 鼓底投地 从早上 一直到黄昏 一天就干这个事 为什么 他们认为这样子做 可以赎罪 我们中国人信佛 是不是有这种观念 所以叫慈祭怎么样 功德会 为什么台湾的有钱人 都要到慈祭去捐钱 为什么 为什么 积功德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 出名 我们得救是 本乎恩 因着信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也不是出于什么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做了什么好事 不是因为我今天 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 不是因为我今天 赚到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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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通通不能够 一亿美金 不能够买生命 不能够买 买 就熟 不能够买这个恩典 Amen 中国世纪的时候 天主教又赎罪卷 那是真是 在历史上面 一个大荒唐 直到今天 许多的天主教徒 还有这种观念 赎罪卷没有了 但是要靠着什么样 所以你到天主教堂去 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这个什么 手不舒服 你可以在那里买一个小手 你可以在那里买一个小手 我在中南美中 宣教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很有意思 那买一个小手 或者点一个竹 有没有 点一个蜡烛 干嘛 那个代表 那个代表 那个竹火 那个买了一个手 虽然那个钱可能不多 但是那代表是什么 代表 你要得到上帝的医治 你要得到上帝的眷顾 你需要付出代价 懂这意思吗 任何要付出代价 才得到恩典的 这个就不是神的信仪 Amen 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 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说 讲到 他讲到这个德蒙救赎的时候 他说这个是神 诸般的恩典 丰富的恩典 神用诸般的智慧 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的 保罗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也更没办法形容 他只能够讲 丰富了 诸般了 充充足足 让你了解到这个恩典 是多么大的恩典 所以因为你我 今天我们是得着了 耶稣基督的 因为他的血 所以使我们能够得救 对不对 使得我们能够与神之间 重新恢复好的关系 本来上帝创造我们 人跟神之间 就像亚当跟夏娃 本来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 但是因为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就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神要我们 再重新地 回到他面前来 那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子 才能够经历这个恩典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练 好不好 来预备 请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应 请你注意 这一句话里面 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提到说 你奉献五百万 你奉献五十块美金 那么你心中记住别人 赦免 有没有 有没有 主赦免的条件是什么 如果要讲条件的话 赦免的条件是什么 认罪 给你旁边说 认罪 简不简单 简不简单 太简单了吧 简单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太喜欢用 现在就准备 就是这么简单 福音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落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 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 Amen 这句不一定是在你信耶稣的时候 认罪所讲的 这是在你做了基督徒的时候 你还是有时候会被过犯所胜 还是会犯罪 会不会 请问做基督徒的会不会 会不会有时候 还是会想路飞飞 会不会 会 怎么办 都姐妹说要认罪 意思是说姐妹都不会想路飞飞 现在就怎么办 当你心中嫉妒别人 当你今天怀恨别人 你会不会认罪 你会不会认罪 你说我有跟上帝认罪 跟上帝认罪比较简单 有没有跟人认罪 在美国的一个杂志叫做People 人民 在这个杂志里面呢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做了一个调查报告 他们就想知道 一般人认错的频率 就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你猜 发现是什么 平均四次一个人 四次 这个选择提给你们 请问是一天四次 一个月四次 还一年四次 选择一天的举手 选择一个月的举手 选择一连的举手 没有举手举手 有的人就是 以不变应万变 弟兄姊妹 一个月四次 多不多啊 多不多 这个人认错的频率 多不多 不多吧 来 请问你 你过去这个月 有没有跟别人认错 四次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不用举手了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是吗 一个月四次都不容易了 那还要是一个一天四次 但是亲爱的举手 我们犯错的次数 一天可不可能超过四次 请告诉我 远远超过 远远超过 如果有一个记录 可以把我们每一天犯罪的 犯罪把它记录下来的话 然后你把它post到FB上面 你敢吗 有人这个吃了什么东西 post出去 今天做了什么菜 post上去 有没有 好 今天干了一些什么坏事 post上去 有一个法国散文家就说 他说如果我们心中的意恋 被post到FB上面去的话 我们大概一天不知道 绞刑几次了 亲爱的举手妹 我们都会犯罪 我们都会犯罪 这是一个事实 你会犯罪 不要觉得 没有救了 你会犯罪 你我会犯罪 这是一个 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都会面临事情 但是犯罪之后 要做的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要做什么 认罪 跟神认罪 跟人认罪 在圣经里面讲到 饶恕这个字 其实 它有另外一个 这个原文的意思 是放过 在罗马书第三章25节 就把它翻成宽容 我觉得放过这个字很好 下面有个图 你可以看看 会不会是你们家中的 一个情况的反照 这个太太拿了一个罪状 先生 不要那么快 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天 新婚置业 你干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年 这个卢蜀家增 这个太太 这个先生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宽恕就是 Let go 放过他 这里说什么 就是 Let him let go As if they have never been committed 全九子妹 你的太太 你的先生 在婚姻当中 说过了多少的话 伤害了你 做过了多少的事 让你心中难受 你怎么办 修了他 今天这个世代的人告诉你 没有办法 忍无可忍 怎么办 修了他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说怎么样 你要饶恕他 几次 七十个 七次 但是亲爱的女子妹 另外一方面 不要老是 有些人老是觉得 都是别人对不起我 你看 都是别人伤害我 我的同学伤害我 我的爸爸妈妈伤害我 我的儿女伤害我 我的什么伤害我 我先生伤害我 亲爱的女子妹 你有没有伤害别人啊 你有没有造成 别人的伤害啊 你有没有说话得罪人啊 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 让人家不喜欢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的请举手 我们特别要为你祷告 亲爱的女子妹 都有对不对 那我们都怎么办呢 我们都是说 主啊 我犯错了 请他原谅我 请他原谅我 你一定要原谅 因为主耶稣说 你要原谅我 但是我犯 我得罪他呢 主啊 主啊 你知道就好了 拜托拜托 不要逼我 你要我一定要跟他 那多难堪啊 所以我们就一直活在 苦毒的捆绑里面 不得释放 亲爱的女子妹 主怎么样 饶恕了我们 主也要我们 彼此 饶恕 求主帮助我们 神要他 每一个蒙饶恕 蒙救赎的儿女 活出一个什么 活出了一个 彼此认罪 彼此饶恕的一个生活 要每一个夫妻 每一个家庭 活出那样子一个 彼此认罪 彼此饶恕 彼此和好 彼此相爱的家庭 Amen 因为这个是 这个世界所缺乏的 那我再说 除了认罪之外 你进一步的 就是要怎么样 你要相信他 Amen 相信他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现在给我准备 所以我刚刚讲说 如果讲条件 认罪 算是一个条件吧 那么 其实信 不算条件 信是什么 这么好的东西给你 你要不要 就这么简单 你要 你接受 我就怎么样 我就相信 所以相信 就是接受 接受谁呢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救主 这个叫做相信 而且在原文里面 这个相信 是指的 信 入 就是 believe into 一种 伟生的 对着信仰 所以我常常 在受洗的时候 问受洗的人说 你愿意 为耶稣而活 为耶稣而死吗 对用证明 懂那个意思是什么吗 那就是一个伟生 死活 我都不怕 生死 都是为主 耶稣基督 你要有 这样子的一个决心 你才来受洗 跟随主 如果你只是 为了一些利益来 你等一等 如果你只是 因为感觉良好 等一等 你一定要确定 你跟随 这位耶稣基督 是一个伟生的跟随 因为他也把自己的生命 伟生给我们 为我们定十字架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今天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 如果你 真的是 神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 这么一个 多么好的恩典 耶稣基督 为你的罪 为你我的罪而死 这时候 你愿不愿意 凭着信心 来领受这个恩典 不是要你付钱 不是要你做什么 今天信耶稣 不是要你来教会 里面奉献几个钱 奉献但传来说 你丢个钱 好像意思 不是 教会不是需要你的 这些钱 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为你定在施架上面 他爱你 他对你的人生有计划 他愿意 带你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过一个 充满了盼望喜乐的神生 并且将来有 荣耀的基业 你愿意吗 好不好 我请弟兄姊妹们 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我祷告一句 好不好 你跟着我祷告一句 来 亲爱的主耶稣 我诚心地到你的面前来 求主耶稣打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见你的恩典 何等的丰富 让我看见你的慈爱 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过去从小到大 曾经撒谎 不诚实 心里面 行为上面的不圣洁 还有许多别人不知道 但是你都知道 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 照着你的应许 我落认自己的罪 你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的一切不义 主我愿意打开我心门 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中 你来做我的主 掌管我的人生 我的一生要为你而活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接下来我们 要来预备心 来领受圣餐 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 圣餐是主耶稣所设立的 圣餐的目的 是要凡是已经 信而受洗的基督徒 借着吃这个饼和这个杯 来祭恋主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 我们欢迎你 跟我们在这里一起 来祭恋耶稣基督为我们 定死这架 祂的爱 但是请暂时先不要 拿这个饼和杯 好不好 因为这个是给 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祭恋主用的 好吧 实际上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 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 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 有没有什么得罪神 得罪人的 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认罪 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 好不好 所以我们 当事情在谈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点时间 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 来做信查跟认罪的祷告 感谢观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没有一个有话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 耶稣不能背负 我要向高山去目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满有风神的一致爱 赐给凡修高 你命的人 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你命中的一致爱 你命中的一致爱 此刻将我环绕 你比永远激烈 与我所立的约 是我领受丰盛的恩迪 所以是说 这是他的身体 为我们使得 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来领受这个笔 饭后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上帝用他的血 爱子的血 跟我们立了这个约 这个covenant 这个covenant 这个约 他永远不会毁约 人会毁约 但他永远不毁约 所以主耶稣说 他既爱世上属他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 一起来领受这个杯 主 谢谢你 因着你的死 凭着耶稣基督的血 今天我们得以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都是因为上帝丰富的恩典 是这样子丰富到一个地步 我们人间的语言 没有办法描述 主啊 但愿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蒙恩的人 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能够活出那个蒙恩人的样式 是一个怜悯人 是一个愿意给人恩典 是一个愿意放过别人 是愿意一个为别人着想 主啊 帮助我们当中 许多的家庭 在婚姻当中挣扎的 主啊 看见你自己 成为我们的榜样 舍弃了自己 让我们也消发你的榜样 舍弃我们自己 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 那个刚强的 那个不敢 好像是石头一样顽固的意见 放下我们自己 心中一切的仇恨 放下我们心中一切的埋怨 主啊 好叫我们能够把你的恩典活出来 活在我们的家中 活在我们的社区 活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